马公市立幼儿园昨日上午收到一份温暖的在地礼物 澎湖著名保咪攀老师傅方莫敏亲自到原本部 特别致赠300份传统点心保咪攀 这份来自方师傅的心意 不仅带来浓厚的澎湖风味 更让幼儿园师生在这秋日里品尝到传统美食的淳朴滋味 那我旁边这位是谁呀 好我们先请我们市长宝宝跟我们小朋友 专起句话 好我们最盆到小朋友 四盆到两个 对爆米话 他的天堂 各位老师 各位小朋友 大家早安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小时候 市长爸爸我们这一带都拿着一盆罐子 他里面装米 装米赶快去排队 去票头排队 然后喜欢加花生 可以弄一点花生 他用那个橘子皮切成一小块 也是很好吃 然后 他们就会帮我们 把这个米变成爆米花 很好吃 小时候这个也有营养 这是一个传统的记忆 现在比较少了 那阿伯很有爱心 他就 今天就说要来送他家吃 让我们早一个时间 有机会 我也会邀请阿伯 来现场 来保披汤给你们看好不好 马公市长黄建宗为表达感谢 亲自回赠感谢状 赞扬方默敏师傅 多年来对传统记忆的坚持与推广 黄市长强调 这份薄米香不仅是单纯的美食 更代表着方师傅对文化传承的热情与用心 让孩子们有机会感受到澎湖的饮食文化 这是最珍贵的教育体验 马公市立幼儿园园长吴立静表示 这次活动让孩子们不仅品尝到经典的传统美味 更透过老师傅的自证 学习到分享与感恩的重要性 未来 马市又将持续推动在地文化教育 让孩子们从小就能认识 与珍惜家乡的传统与特色 透过这次传统点心的赠送活动 马公市立幼儿园期待孩子们 能从中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结 并对家乡的文化有更深的认识 未来 幼儿园也将积极与社区合作 让更多在地特色进入校园 为学童们带来丰富多元的学习体验 记者 王海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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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